有三個月是超過260個小時的 你要不要對他開罰 局長 你是在啼笑 你有沒有搞錯 你在上面答的東西是什麼 議會質詢上 國民黨議員陳麗娜炮聲隆隆 點名勞工局機查超時血汗 卻跳過自己人 沒有人敢抱怨 還有人跟我講說 他們很喜歡加班 很喜歡加班 你就讓他無限制加班嗎 勞工局自己要不要罰自己 17 15 16 16 這是什麼可能嗎 議員點名市府局處首長駕駛 爆肝工作嚴重超時 就連高雄市長陳菊的兩個司機 也都榜上有名 陳菊曾經擔任過老委會主委 不要自己帶頭 去做這樣的一個表率 議員說從今年1到8月的公時來看 兩名司機每日公時 竟然有14.1到17.2個小時 已經超過法定公時 不僅如此議員還查出 港府市府所有首長司機 前8月的公時 超過160小時的有93次 加班超時172次 觀光局駕駛也有三次 但願超過約定公時 前副市長陳定德的駕駛 但願公時更曾達到346個小時 議員不但質疑駕駛報告工作 也懷疑有沒有公器私用的問題 當首長的駕駛都是很辛苦 不過我們會願意接受勞工局的一個勞動的檢查 陳菊說願意接受調查 有沒有違反責任制合約跟過勞駕駛 勞工局還要再查仔細 畢竟連自己人都查不清楚 怎麼能真正保障勞工權益 接著採訪中央佩如高尋報道